如果要说这个事儿 咱们今天跟专家们讨论完了之后 发现这结果不乐观 有可能前一时半会儿要不回来 或者有可能就要不回来 怎么办呢 这日子还过忙 活哪天算哪天吧 也没办法 活哪天算哪天吧 没办法 听到阿姨说的这些事情 我心里真的是特别特别难受 您65岁年纪跟我妈妈是同岁 我很难想象啊 如果是我的妈妈 遭遇这样的事情 这做儿女的心里得多揪心 你也先休息一下 千万别激动 好吗 我跟叔叔聊两句 我们不难看出 如果三百万就此付诸东流 王女士对生活 真的就彻底失去了希望 那么李先生当初 为何会轻信这个名叫小段的人呢 作为家里第一个与小段接触的人 又是什么打动了她 让她把这三百万巨款 轻易交付给小段呢 这笔钱的背后 是否隐藏着 妻子王女士 所认为的骗局呢 叔叔啊 我想我先问您一下啊 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呀 您希望最后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呀 我想现在社会上 受骗 上当的也不止是我们一个 这个问题应该 引起共识能够 享受好的解决办法 您是希望 这个让这个社会能够重视 像你们这样类似的事情 然后同时能够把你这个问题 能够有一个妥善解决 对 来吧 这样咱先做 叔叔年纪大了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啊 气质 这个事情也给您造成很大的压力 对 现在焦虑就焦虑在这儿 生活每天都是人在争吵 和焦虑当中度过 他招来的呀 很完善我 确实也是因为我引起的这件事 你 你